我先问一下 你管渠道的 重点管招商 还是管渠道运营 运营 你把运营先帮我拆开 渠道运营有几个模块 每个模块是什么 考核标准是什么 渠道运营是几块 第一块是这个 首先一个业绩是不用说的 对吧 业绩 第二个它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管理标准 再一个就是渠道的流失 就是你新建多少店 你流失多少店 就是竞争 讲一下你的战绩 我战绩 我在在职的期间 通过之前的议议商合作 是进入了 我是签了整个广东省的 这个自营厅的进入 我是把我们的整个团队 我为了就是团队大家 能够得到工资的同时 增加自己收入 然后留住人才 战绩 好 第一个公司 我在的小CEO的期间 一年的是4300万 完成率是130多 然后第二个 在我六个月时间 15家 15家什么 门店 拓展新拓展 然后是 然后我的那个合作的 主要是有个6家 因为受其他公司资金影响 就没有太扩张 那你新建的渠道 带了多少销售额呢 第一个是刚刚说的 一年是4千多万 4千多万 刚刚那个销售额说实话 魁省 第二家 维修手机的这个业绩 它不是产品 不是卖产品 是做服务 它可能 短期之内 看不到它的一个评估的业绩 知道吧 因为我才六个月 可能要时间拿长一点 才看得到 通过你刚刚回答 其实你现在薪酬要求是三万加 其实我个人觉得 你这个薪酬的要求 是有点高的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 一万到一万五 杨仁这个判断比较准确的 如果你现在职位是 这个渠道主管的话 大概10K 在一线程式 10K到12K之间 如果给你渠道经理的话 12K到15K之间 但是 以您现在展示出来的这个能力 我还看不到渠道经理做的活 因为我跟你一样 是这个岗位出身 现在只能看到 你有运营商的资源 仅此而已 所以你愿意 把你的薪酬降低标准吗 我愿意 洗一下 那张员我不需要去 跟你提醒一下 因为您是一个职场 十多年以上的资深的管理者 那谈薪酬你也招过人 不能这样谈 首先您对您自己 有一个底线评估值 你说低于多少 我是不考虑的 然后有一个您的态度 还有第二个 您需要假设薪酬更高 您要说 我期待它是有绩效 大概其年薪 透透下能让我努力到什么 您可以说个标准 这样子的 为什么会 我愿意调整公司 是因为这样子的 因为我的经历 你不用解释这个 您给人家一个答案 张渊 我不想听你解释 我就想听你解释 背后的答案 就是你愿意调整的数 一万五 最低一万五 最低一万五是吗 对对对 好 就是刚才我看到 你PPT上有展示 就是你说有在做这个线下活动的时候 然后有这个美容产品的绑赠 还是这个定制化 很多种都有 就是你现在跟你的这个运营商的 这个老东家的关系怎么样 还行 那如果就是你来我这的话 就是如果做一些 比如说礼品绑赠 或者产品定制 或者说这个 在他的门店去铺设 这个你有没有信心 这样子 刚刚说的问题 我一讲我就明白 可能不仅像令营商的合作 可能在他的商城 他的网上商城 他的其他的一些部门 包括他的珍惜的 那些渠道会好一点 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这位选手的画呢 是非常好 因为他画的大海 海上有太阳 并且呢 还有海鸥 更重要的海上还有船 我们想海上日出 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作为一个求职的选手 他却说了一个 又是生活当中经典的一句话 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是人生的一个折眼 但是呢 作为求职的人来说 你还没找工作 你只是求职面试 你首先想到的是 往后退一步 我让一步 这个是要不得 我们求职的时候 面试的时候 我们要让面试官 要让我们所有的企业家 看到你的闯劲 冲劲干劲 所以说我提醒这位选手 你这种心态是不利于求职的 更重要的 我再仔细的看你这幅画呢 画的大海在起波浪 而两个船上却没有人 那我们大家想一想 海上的船没有人 这个船怎么样 就会有很大的危险 在投射心理学当中 船那就是你啊 我们想到了扬帆起航 没有人的情况下 我们一扬帆 船就会翻掉 所以我提醒这位选手 要重新给自己定位 重新选择 迎接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 才好 张元 说实话啊 你有点高开低走了 虽然今天 大家对你有一些争议 但我觉得 你还是有一种动力 想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奋斗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让自己和家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我还是得作为同龄人 咱们同一年出生的人 我提醒你一句 再也不要犯当时的错误了 一定要谨慎 来 接下来 咱俩一起来看看企业家们 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真好 成功进入到 谈钱不伤感情 来吧 萧嫣 张元是这样 就是我先说说 对于我来说 我的感觉就是 你的优点跟缺点 优点呢 就是你有这个运营商 工作的经验 然后也做了很多的 这个线下的一些推广活动 我比较看重的 也是正是这一点 缺点呢就是 我认为 你还是缺乏一定的 这个管理能力 和这个对团队的 一个市场化的一些经验 所以我现在给出的职位呢 是一个渠道拓展的经理 然后工作地点是深圳 给的底薪呢是12000加 我可以给一个比较高的 一个提成 在你新拓展的这个 渠道领域里面 好 来 接下来我们给张元 几秒钟的时间考虑 考虑时间开始 来 告诉我们 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张元 小组男人 祝贺小音 也祝贺我们的求职者 谢谢大家